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Juno营养师 常常有人问我,运动前到底要不要吃东西呢? 不管是成间运动或者是晚间运动,一定要吃东西 但是吃东西的内容就很重要了 因为如果我们吃不恰当 我相信很多晚间运动的朋友发现 吃完之后再运动,有出现消化不良这样不舒服的一个状态 或者是早上运动的时候跑到一半又没力气了 所以其实运动前是要吃的 而吃的内容就很重要了 比如说我们要补充一些复合性的碳水化物 因为这样的一个血糖释放是缓慢的 我就可以跑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都没有问题 相对的呢,如果我选择了一些比较不适当的一个饮食的时候 可能我进食完后一小时、两小时 它还在消化过程当中 这时候在跑步的过程中,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 所以我会建议在跑步前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燕麦啊、糙米啊 这种复合性糖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支持我们运动过程中所需要的能量 相对的呢,运动中跟运动后也要适时的补充能量 但是这时候所补充的能量形式又不太一样了 我相信有跑过马拉松的朋友 都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在跑步过程中,主办单位都会准备香蕉 这就是属于一种单纯性糖类的一个营养的补充 所以呢,在运动前我们要适时的补充 补充这个复合性糖类 才能够支持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所需要的能量 不然呢,我们会发现肌肉会大量的耗损 因为它还是需要能量 这时候就只好自己分解自己的肌肉 我想这不是一个运动员所想要的一个结果 我们希望说越运动肌肉越多 越运动身体越好 所以呢,运动前一定要适当的一个进食 才能够有好的体能表现